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家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在要財政圈研究部的副經理 陳偉聰Jason Jason 你好 Jason 這一節想和您看看家電股 看到創維和TCL當媒體公佈了9月的電視銷售 亦看到做得相當不錯 股價現在都升上來 看看股價最新表現 看到幾隻來說都做得不錯 尤其是創維和TCL當媒體都升超過半成 創維升一號九 暫時報三個八號三 TCL當媒體升兩毫四 可以電器升一毫六 海信科龍方面升三先 先看看創維公告的最新電視銷售數字 9月份集團電視銷售總額按年升2.9 銷量按年升3.2 達到136.3萬台 自至今年4月至9月 頭半年財年銷售總額大概升2.1 銷量方面升1.5 去到超過503萬台 其實9月有什麼特別利好因素 令到電視銷量按年有2.9的升幅 你見到之前兩個季度 即是4月至9月來講 整體的銷售量只升1.5 但去到9月份方面升了3.5 可能其中一個因素 都是關乎中日的關係 都是轉催緊張 見到內地的居民或者很多的城市 都其實在上一個月都出現了一些很大規模的示威 一些抗爭的行動 這些因素都令到一些傳統的日本品牌 無論之前說的一些汽車也好 一些的餐飲業也好 甚至乎現在連說家電的產品 特別就是電視機方面 大家都知道本身日本出廠的電視機 有幾個品牌都叫做很受歡迎 例如Sony、Planetronic這些 其實都是有不少的內地的一二線城市居民 特別是一些比較有錢的家庭 其實這幾年裡面 通常他們買電視或者換電視的時候 都會偏向買一些外資 特別是日系方面的品牌 但如果你說好像看上個月整體 反日的情緒這麼高漲的時候 都有機會令到可能在上個月想著換電視 或者買電視的那些家庭 都可能會放棄了某些日本品牌 而轉購一些內地本身的國產品牌 所以這些因素都令到一些國產貨方面 就叫做好賣了 但究竟這個因素 能不能夠可以長期延續下去呢 始終講這些所謂政治的事件 很多時候就是頭頭出來的時候 整體市民的情緒或者反應都會比較大些 但當這個事件漸漸冷卻了下來 大家對於日本品牌方面的抗拒程度 是沒有之前那個月這麼厲害的時候 會不會 所以接下來那方面 無論是汽車或者家電等等 都有機會 國產品牌的銷量又會開始放緩 所以如果你說單單炒這些政治事件 而令到某些品牌受惠 我相信都是一個叫做中短期的效應 長遠來說 我相信未必能夠保持得到 另外巴克萊早前也發表了一份報告 兩天前 他就說 根據行業調查預測 在黃金洲促銷期之內 在三四線城市 電視單位的銷售 按連增長大約一成 而一二線城市應該會出現一個負增長 據說 部分電視生產商 好像TCL多媒體 或者會期內錄得一個強勁的銷售單位增長 因為對銷售額的增長較關注 將會搶佔海信科龍這些其他二線品牌的市場份額 另外亦都說到 基於現時來說 不少的一些生產商的存貨水平 32吋、42吋和46吋的電視 供應情況比較緊張 所以未見到一些低價出銷的情況出現 平均折鉤是少過一成的 所以對他們的毛利率產生正面作用 所以比創為一個增值的投資評級 目標價去到5.3 黃金周效應對電視機生產銷量來說 剛才巴克萊就說 應該會有一個正面支持 你的預期有沒有 他那個說法 只是說存貨不算多 不需要減價來促銷 但如果看實際的銷量來說 很多城市方面 錄得一個負增長 如果你看回之前這一兩天 公佈內地很多城市 百貨公司 或者商場銅店銷售 都是比起上年的黃金周期間 今年來說明顯是下跌了 或者放緩了 都反映了 在今年長假的黃金周下 發覺居民方面 視乎出去買東西 特別是買一些內用品 或者購物方面的意欲 就不是特別大 反而你看到他們通常去哪裡呢 通常是去一些旅遊景點方面 去到遊覽 所以都可能會分薄了 整體那個 就是產品銷售方面 那個動力 所以如果你說 單單在黃金周方面 我就暫時見不到 會對於這一眾的 家電股 或者電視機方面的銷量 會有個很明顯的提振 反而如果你說真的見到 今天升那麼多 可能或多或少 都是關乎在上個月 即是黃金周之前 銷量是特別強勁的 至於你說 由10月1日到剛剛 過了去那個星期 即是這8日假裏面 究竟那個銷售是否能夠保持得到 接下來我相信 還是要等到那個數據來公佈 好 另外看看TCL多媒體 9月份公佈的電視機銷售 9月份LCD電視機銷售量 按年增長近4.4% 去到189.6萬台 計算去年12月份之後 再創單月的銷售量新高 其實見到TCL多媒體的銷售量 亦都做得相當不錯 今天股價表現 現在升降超過半成 去到4.43元 TCL多媒體又怎樣看 是否都是因為 之前的政治因素 令到9月份的銷售飆升上來 同樣道理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屬於 一些叫做國產的品牌 所以在這個政治因素底下 都是能夠成為一個受惠者 都可以留意 因為始終見到這些 做電視的生產商 其實由今年的年初開始 其實他們主打的產品 都已經是慢慢 趨向一些比較 叫做最新研發的電視 包括3D的電視 又或者一些所謂智能 或者是互聯網的電視 代表著現在內地一些 比較有錢的家庭 其實他們買電視的時候 就不單單只是看 究竟在電視畫面上面 那個質素是怎樣 反而都可能會追求 更加多那些特別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看到 TCL這些都在研發功能上面 都做得不錯 還有那些生產品 都能夠迎合到 內地的家庭口味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的競爭力 都不一定是比一些 外國的品牌為差 至少他們在售價方面 都仍然是比起一些 一線的日系 或者是韓國那些品牌 都仍要便宜成 大概是三成至四成 所以在那個叫做 價格的優勢底下 我相信他接下來 在打內地市場 或者在一些 歐洲的新興市場方面 都仍然是有優勢在這裏 好,謝謝Jason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仍然都是發達廣場環節 會繼續和Jason 看著大市最新表現 行指方面 現在升59點 去到20979點 其指升16點 低水市49點 國企指數暫時升116點 報10157點 另外,內地股市方面 三大指數仍然下跌 跌幅是介乎0.28% 至0.36%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見